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今天就让Andrew我带大家来个收心操 欢迎收看本周的Torch News 在此要呼叫成长班结业的学员 或是从来不曾参与过第四度空间 灵性发展营会 以及心灵更新营的弟兄姐妹 9月份开始 把握受装备的机会吧 不论是操练第四度空间的灵性 或是让心灵得着医治与释放 完完整整做个心灵大扫除 都是超级优秀的选择啦 第四度空间灵性发展营会 分为三次课程 9月7号 10月12号 11月16号 三周的周六早上9点到12点 课程分量不会很重 特别是每次上完课之后 有足够的操练时间 让你把课程所学 活用在生活当中 心灵更新营 则是在9月27周五晚间 一直到周六一整天 你有多久没有把心中的灰尘 打扫干净了呢 来做个属灵大清扫吧 以上两堂课的报名 请洽火把大学系统 神的话语是我们 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当你每天早起 跟着教会成根 将会发现 在一天里 因着这些属灵的养分 而满有能力 火把成根 即将要迈入新的章节 从8月30起 我们将从马可福音 看人子耶稣一生的侍奉 好期待永成牧师的分享啊 而除了每周二到周五 在线上成根 或收听福音底下的 Podcast音档之外 也欢迎大家 周六早上七点 到教会参加实体成根 学习把握周末假日的 早晨时光 别再睡到太阳晒屁股啦 来来来 历来历来 在九月份背经月到来之前 我先考考大家 对圣经的熟悉程度 主播Andreux来问问大家 请问以下三节经文 哪一节不是出自于真言 大家听好啰 一 好施舍的必得风雨 滋润人的必得滋润 二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情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三 人非有幸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现在请大家 比出正确答案 没错 答案就是三 一二两个选项 都是出自于真言 哇哦 大家都这么厉害 那不如就一起来背 其他出自于真言的经文吧 一天背一句真心话 让你如获珍宝 属灵珍宝 不只背经 整个九月的每晚八点 你都可以 于福音底家Podcast频道 收听惯例牧师讲解经文哦 据说 只剩下非常少量的名额 没错 脚步特别再用力寻穿了 艺术媒体部 陪你从找灵感 写脚本 到拍摄和后置剪辑 全方位提升你的手机短片质感 课程时间为 9月14号 9月28号 10月5号 10月19号 四个周六早上 不要怪我没有告诉你 真的快额满 赶快去报名 最后 提醒领袖们 不论是事工还是牧养 9月第一周 周四为领袖聚集的日子 请一定要把时间空下来哦 以上就是本周的报告事项 祝福大家 开学都顺利 工作都殆尽 家和万事兴 我是又又又的主播Andrew Torch News 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